红蓝白象征法国国旗的三色彩烟 在塞纳河上空绽放 为巴黎奥运开幕式拉开序幕 法国空军战机冲场 在高空画出爱心 台湾时间27号凌晨 众所瞩目的巴黎奥运正式开幕 表演者穿梭在塞纳河沿岸 沿线建筑物也有惊喜 曾成功挑战在爱菲尔铁塔上 走钢索的法国表演艺术家 再度展现绝技 而最受瞩目的时刻 当然是运动员进场 挥舞着法国国旗 法国队呈船献身塞纳河 美国队日本南韩 第一次坐船进场 不少运动员也兴奋 拿起手机记录这一刻 英国游泳代表队还学起 电影铁达尼号招牌动作 逗乐全场 我国中华队也帅气亮相 尽管天空不坐美 现场飘起小雨 但观众热情不减 就连远在封锁线外 也有观众拿起望远镜 抢看开幕式 这次奥运开幕前 巴黎大众交通意外频传 索性开幕式不受影响 照常进行 法国总统马克宏 奥委会主席 美国第一夫人集额 多国领袖都出席 集额也开心拿起手机进入 这四年一度全球共享的 难得时刻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担任奥运开幕式表演嘉宾 美国流行天后 Lady Gaga一现身 惊艳全场 在八名手持粉红羽毛扇 舞者的簇拥下 也因法国经典名曲 一身造型 优雅又浪漫 不过奥运开幕式 重头戏 当然是奥运圣火 本届奥运最后火炬手 由法国传奇柔道选手 和前田径选手担任 两人一同点燃圣火后 圣火随着气球 冉染升空 点亮散纳盒 与罗夫公遥遥相望 如梦似幻的景象 将奥运开幕式带向最高潮 而压轴演出 就是加拿大天后 麒麟迪翁 近年饱受病痛折磨的 麒麟迪翁 开幕式再开金嗓 坚强意志力 如同奥运所代表的 运动家精神 奥运五环标志 在天后美声中 在艾菲尔铁塔上亮起 搭配灯光秀 位围棋两周的奥运赛事 拉开序幕 地狱别新闻综合报导 巴黎奥运开幕仪式开始前 法国总统马克宏和夫人 在艾力社宫欢迎各国嘉宾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 英国首相施凯尔 西班牙国王等人 都现身奥运开幕式 尽管整个开幕式期间都在下雨 但还是交不惜观众的热情 巴黎人自己更是热情满满 对法国感到骄傲 但不少人提前离开 因为被满满的雨伞挡住视线 这场是热情满的 首相真不是走远 甚至是在强调的路上 是在强调的路上 酒吧内也是挤满了观看人潮 在看到加拿大天后 席林迪翁登场现唱时 还有粉丝感动到落泪 这场世界盛会 更是让全球媒体出动大批人力 美聯社就出動了將近50名攝影師 要捕捉各個歷史性畫面 而美國總統拜登 則是在白宮穿上美國隊外套 雙手比讚 為國家隊加油打氣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羽球生此起彼落 台灣羽球一哥周天成超清明 賽前還和小朋友一起打球 混雙組合女子選手李嘉欣 也在一旁積極備戰 因為他們在27號晚上8點就要登場 李嘉欣 葉宏偉被分在混雙小組賽C組 首輪面對香港鄧俊文謝盈雪 男雙李陽 汪欣凌晨3點10分 對上同樣被分在南雙小組賽D組的 日本保木卓朗小林優吾 另外台灣羽球一哥周天成在 南瞻小組賽I組登場 28號晚上10點30分 面對墨西哥加里多 女單部分戴靖將在7月28號面對比利時選手 譚蓮妮 她生涯第四次參加奧運 在開幕後愛區發文寫下 天氣不美心情很美的夜晚 第四次踏上夢想中的舞台和大家一起淋雨的晚上 肯定會是難忘的回憶 比賽即將開始 請努力到最後一刻加油 因為我今年的每一場比賽其實都是最後一場 其實我沒有想那麼多 對我還是都專注在場上 上一屆東京奧運決賽不敵中國陳宇菲屈具銀牌 仍是寫下台灣女單最佳成績 小代生涯最後一舞的最終目標是巴黎奧運金牌 表示自己會盡全力去拚 外媒撰文也引用小代金句 不完美總是存在著才有動力去追求更好的結果 TVB新聞李亞南無庭綜合報導